下面给大家讲这个国文医生的地爱讲 我先讲一部分是G-R的快速指引 快速指引这一部分我没有讲细节 只是把逻辑上好多关系给大家理一理 将来大家学的时候就更加心中有数 然后再讲一部分的具体知识是张亮密度 先来介绍G-R的快速指引 逻辑上呢 可以就是说广运上的当然也依赖也不算有理论体系 在我们这传统的话是把杜归G-R作为一个基本量 也有一些理论他把联络G-R作为一个基本量 我们先用传统的教法G-R G-R的话你如果他跟那个线延 DS平方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如果写下了DS平方的形式 你就可以读出G-R了 或者是等下的有了G-R 你就知道了DS平方线延的形式 我们如果知道DS平方线或者他有一个带定的这个参数的形式 就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这个联络 联络也叫这个科里斯托夫符号 就是G-R它有三个指标的 在什么情况下联络由杜归为一确定呢 有一个条件叫做杜归相容 就是当这个流行呢 它是杜归相容的时候 就是它是扭扭杜归的结变导数是为0的时候 结变导数是0的时候 这时候它这个联络可以由杜归为一确定 联络的引入其实是为了保持导数 就是说一个张亮的导数也是张亮 因为张亮如果普通导数的话 张亮你对它求一个坐标微分 普通导数它就不再是张亮的 那不再是张亮的 为了使得它仍然是张亮 我们有时候就添加一项 添加一项就要添加联络成上它的那个联络项 联络就是这样引入的 然后在杜归相容的条件下 联络可以由这个知彪彪为一决定 所以这个是联络与杜归的关系 然后知道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可以写这个林曼启利张亮了 林曼启利张亮它可以表达为联络的导数 所以这种结构和两个联络的成绩 这样一堆这种组合 所以它这边结构也是有杜归结构的 就是因为这个是联络是它的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是吧 你如果再求一次导的话 也就是提一张亮是来自杜归的爱节导数 或者是两个联络导数的成绩 所以它其实还是要求两次导 林曼启利张亮它有四个指标 你如果输缩掉其中两个指标 就得到李奇张亮 林曼启利张亮它当然也有一定对称性 我们待会可以介绍一下 李奇张亮的话它是对称的 将李奇张亮它的两个指标再一输缩 就得到李奇彪亮 将李奇张亮跟李奇标亮组合一下 我们可以得到爱因散张亮 爱因散张亮就是爱因散方程的左边 它的右边就是能动张亮 再加上它的左边是爱因散张亮 右边能动张亮 然后乘上一个八拍子这种系数 我们就得到爱因散方程 再来看一下这些方的一些系绩 比如 这个是DX平方的线炎 它可以解成GNNDXNNDXNNNN的损失 特别的对于平质的敏科乌斯基时空 GmU等于ETAmU6 ETAmU6我们就专用了 表示这个敏扣斯基的线 我这里取得是负真正正的 斜变导数你联络 斜变导数就是 它的引路就是为了 使得 比如你这个AmU 它求一次导 它不再是这样一样 为了使得它是这样一样 我们要把它添加一项 添加一项 加入了这一项呢 这右边 就是说这个整体 就是这个张量度 所以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斜变导数 斜变导数我们又分号了 这是一个逆变矢量的斜变导数 然后斜变矢量 它的斜变导数呢 它就等于这个 有同学给我发邮件 为什么这边是加 这边是减 它这个不是随便定的 还是说比如一开始 我定义联络 然后是根据第一行 这样定义出来 对吧 然后我再定义标量 一个标量的斜变导数 就是它的普通导数 标量 它求一下导 标量的普通导数 它确实仍然是张量 它是一个斜变矢量 所以 你可以将一个逆变矢量 跟一个斜变矢量输缩 输缩之后得到一个标量 定这个标量它的斜变矢量 它的斜变矢量就是普通导数 然后再根据 斜变矢量导数有一个叫莱布尼兹法则 莱布尼兹法则 就是比如你对若干多因子的成绩的求导 它等于分别对各个因子求导 然后再加起来 在这种约定下 你从这个定义 你可以推出这个了 或者等价的 你如果先定义这个 你可以推出这个了 所以 它们是可以 就是说定义其中一个 再加上莱布尼兹法则 就可以推出另一个 好 下面来介绍 这个联络与杜归的关系 在这个杜归相同的流行下 联络可以由这个杜归一解出来 比如这个三个下标的这个 它等于1分之1 指朗达mew的普通导数 加上指朗达mew 可以mew的普通导数 渐渐 指mewm 多好朗达 从这个表达是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mewm是对称的 我们可以将第一个指标 朗达身上级 通过杜归 让它身上级 让你记得吧 它是一爱的 一爱型张量 下面的这个不是对称的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联络之后 就可以表达出这个黎曼启利张量来 你看 它完全可以由这个联络这样表达出来 是前两项是联络的导数 后两项是联络的成绩 这是一三型的张量 你也可以将它的第一个上指标降下来 通过杜归可以将它降下来 这样就是四个下标的张量 四个下标的这种黎曼启利张量 它具有一些对称性 前两个指标交换是反对称的 就是若和朗打一交换 它是反对称的 后两个指标一交换也是反对称的 妞妞一交换也是反对称的 你可以观察这个诗子吗 你看 你这个妞换成妞 妞换成妞就是这一项 但是它是一负一正 这也是 妞换成妞 妞换成妞就是他们复换 但是复正这样 妞换的反换 你会上不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对称性 前两个指标整体跟后两个指标整体 交换才是对称的 就是若换成妞 朗打换成妞 将同时的换它是对称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 复订其中一个指标 复订其中任何一个指标 然后将其他三个指标零化为零 这个叫做李奇恒等式 这也是它的一个对称性 有了这些对称性之后 你会知道里面起立长量的自由度了 比如它在N维空间中 如果N维空间中的话 它独立分量数是 十二分之N平方乘上N平方减一 那特别的如果对四为时空的话 就是N得以四 那这里是四平方 四平方减一 十六乘上十五 十六乘上十五 好像是S是吧 除以十二是S 然后有了这个林曼其章量之后 我可以输缩它的其中两个指标 得到这个里其章量 比如输缩它的一三指标 输缩得到这个 当然你如果等下输缩一四也可以 输缩一四的话 跟这个一三就会差一个负号 根据这个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林曼章量的对称性 那里其章量的话 它关于它是一个对称章量 关于没有没有交换是对称的 将它的一个指标升上去再输缩 它就没有指标了 叫里其标量 有里其章量 里其标量和一个杜归 我们可以组合出一个爱因散张量 爱因散张量有什么很好的心智呢 它的一个很好的心智就是它的斜变散度为0 斜变散度为0 我们知道爱因散方式的另一边 像这个T乳乳 它也就有斜变散度为0 所以这边这个组合斜变散度为0 这边这个组合斜变散度为0 至少它处理上就自洽了 最开始爱因散想这个爱因散方式的时候 它知道这边应该是个能弄张量吗 它应该满足鞋变散度为0 它当时知道这个支扭扭也是鞋变 因为支扭扭是鞋变导数为0 这边散度自然也要为0 它一开始最开始想到的是 支扭扭是不是等于这 它要研究这个花了好长时间 其实这个就试错了 最后才找到了这个东西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思路框架 下面来介绍一下这个张量密度 我们可以将张量这个概念推广 推广了一下 推广到张量密度 其实就是说张量是一个子集合 张量密度是一个大的集合 张量密度是更一般的概念 张量是它的特殊性性 这里张量密度我用一个花写的T来代表 花写的T 比如你从一个不带撇的坐标系 变到一个带撇的坐标系 它除了普通张量要既有的这个坐标变换的这个 这些常规的这个变换的这个机阵之外 它还多了一个权重因子 后面会有一些例子 它这个结合例子来写 先介绍出像的一般的概念 比如从这个T这个不带撇的到这个带撇的 这一堆是一样的 它都说了一个关于带 partial x 和 partial 撇的一个亚科比的行列使得不留一次力 这个就是从 x 到 x 撇的这个坐标变换的一个亚科比 然后它的行列是 w 是一个场所 它可以是正或者是负正数 它称为全 为的 张量密度的全 张量密度它有一个是叫接 一个叫做全 接的话它其实就是跟张量是一样的 看它有多少个指标 比如是多少个几个上标几个下标 跟张量的其实是相似 全就是在这个坐标变换时需要引入的亚科比的这个密次 例如这个普通的张量 它其实就是全为零的张量密度 如果它的接 接为一的话就叫始量密度 接为零的话就叫标量密度 例如零碍阶张量的行列式的全为爱 是吧 它是一个标量密度 特别的支妞妞的行列式支的全为爱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看 一个比如一个零碍阶的张量 它的坐标变换是这种形式 是吧 坐标变换 从不带撇的变到带撇的 还是partial这个xμpartialxpα 这边是partialxμpartialxpβ 你可以把这个写成类似于寄阵的一个环系式 因为这个指标是ab这个β 但是这个的转值 这个激震的转值 持之上pμ在持之上这个机制 对吧 然后你对这个 你把它看成是激震的关系式 你把它求航列式 求航列式的话 不管转不转值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都是partialxp撇的行列式的平方 成为这个平方 所以你看它这个 它没有这个坐标变换的因子了 所以它是一个标量密度 然后它的权呢 因为它的密次是爱 所以零爱记的张量 它的权为爱 但它没有那个 不再既有这个partial 这堆因子 它其实不带指标的 我这里阿华贝 它只是为了 大家就是说 才能够回忆起 它其实原来是零爱记 就是整体它这里没有指标 所以它是标量密度 全有密度 这是一般的提示 特别的 名的杜归之妞妞 杜归之妞妞 它也是一种零爱记的张量 所以 它也应该满足 从带撇 不带撇的坐标系 在带撇的坐标系的时候 有一个这种权因子 全有密度 其中这个 之等于Detorbin之命运 所以 杜归的权 也就是 杜归行列式的 那你如果 对它开根号的话 它就全为一 对吧 全为一 这里留一个作业 比如这个 一一阶的张量 它的行列是 全为几啊 是吧 爱玲阶的张量 的行列是 全为几啊 是吧 聪明的图写一眼就看出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体验 就是时空坐标的这个积分测度 它的全为负一 因为你可以根据这个微积分 从这个 关于这个D 这个D代表是空的微数 这个密次的D代表是空的微数 比如这个4V的时候 明日里面是4V Dx到Dx的铁的边块 有个Paslx的铁到Paslx 不变体验 那一个全为一 一个全为负一 我们将它乘起来 那全的那个因子就抵消掉了 是吧 因为 这个杜辉的行列是 一般来说是小以零的 小以零的 所以我们把它 那个先乘上一个负一因子 再开根号 可以根号负之 它的全为一吗 它就根号负责 然后DDx 全为负一 一个全为负一 所以它这个 它就没有全了 全为零了 这种叫做不变体验 所以你从这个到 这个不带铁的 跟到带铁的 它也相等 就没有全因子了 因为小杰 根号负责全为一 DDx全为负一 聊聊你 聊聊你 这里可以不写 如果一个张量的密度 全为W 是吧 你要把它变成普通张量的话 你乘上这个 根号负责的这个 根号负责的 负W密次 是吧 负W密次 可以变成普通张量 就变成普通张量 如果一个普通的张量 你要变成全为DF6的张量民族 你可以通过 神像根号负责的DF6 自立完成 这个是 比如你从DF1 要变成DF6I的话 你也同理 这是一个小杰 就是一个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案 也不是唯一的 这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这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